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资本势必给韩国金融市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但从流数最快的侧面来看 无疑又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 韩国六月份气温达106年最高 据韩国气象天预测 今年6月1至10日 首尔白天天气最高气温达30.1度 这是继1907年后106年的最高值 30度的高温天气相当于8月中旬白天最高气温 也就是说8月的高温天气提前两个月到来了 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 冷气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 本月10日 韩国最大电力需求超过6600万千瓦 达今年夏天最高 当天上午11时 韩国电力交易所预备电力顺时降至450万千瓦以下 电力级别转置准备 布拉德皮特为宣传新片《末日之战》写字访韩 11日 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和儿子帕克斯天 到达了位于首尔的金浦机场 这次写字访韩的目的是 维基将在韩国上映的《末日之战》宣传 本次是布拉德皮特继2011年访韩宣传电影 《眼球成金引来》第二次来韩宣传新片 电影《末日之战》主要讲述了 人类迎者僵尸大战的十年后 围绕联合国调查人员对一场 毁灭世界各国的僵尸战争幸存者的调查 由此展开了一场虚构的世界大战 布拉德皮特在片中饰演一位联合国工作人员 另外《末日之战》将于6月20日 在韩国各大营院隆重上映 以上是亚洲经济的主要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亚洲经济官方网站 以及腾讯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